其實應該講心情還蠻激動的 能夠在這裡這樣的一個場合 我們過去常常有機會開會或者聊天的時候 我們都說群衔逼己 不過今天不是群衔逼己 今天是公民雲己 更正確來說是這樣 我們大家都以公民的聲證 來關注屬於我們自己的一個傳播的世界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面 說實在可能在訪的每一位 我們可能都有各種不同的身份 我們可能是 我們是實踐者 我們也可能是觀察者 我們甚至也可能是研究者 非常多的身份 當然我們都覺得 對台灣過去十年來的公民新聞的變化 覺得是非常非常的 與有同感 也與有榮焉 那我今天呢 本來想是 我以為我是最後一位報告 所以剛才心情還沒有落定 我以為我還帶了一點點 這個協調者的角色 參考主持人 不過anyway 既然主持人已經點名 我就照辦 然後 在報告裡面我想 請大家到時候再多多的提供一些您的意見 這張圖片在場有朋友們 當時您在這個場合嗎 有 有 有 太帥了 那個 2017年的時候 真的 離現在 我們差不多 真的是 準準 接近十年 這十年的變化 第一張 當時我要來參與的時候 我就在網路上找到這張 對不起我自己也沒有這張照片 希望沒有安全問題 公共電視的朋友 那這張照片只是想做一點回憶 讓我們進入十年前的時光 這個公民新聞平台建置的時候 容我講一點 講一個小小的內幕 當我提出公民新聞這四個字的時候 說實在的 那時候在公司裡面 我必須講幾乎是 不能講空谷什麼學音之類的 但實際上真的是聽著渺渺 很少人聽到這個事 各位很難想像 這十年來 就在大家一起努力跟財務之下 現在不敢講公民新聞這四個字的概念 很多人全國人都知道 不過我相信很多人大概都知道 他可能的意涵 或者至少聽過這樣的概念 那這十年走來 就我個人的觀察來看 我們也很難說都是順境 我們也起起伏伏 他曾經有很輝煌 也有很顯眼的那個刻 但他也曾經留下 我們可能會覺得 必須自我檢討跟反思的一些印記 那就顯眼的那一刻來講 我想很多朋友應該跟我都不會忘記這件事情 坦白講 當時和公司的同仁們 創建這個公民新聞平台的時候 說實在的 我們並沒有想像 他將來會發生多大的影響力 但這個案例的出現 從某一來講 它是個landmark 就是說 他能夠在一個平台上聯合之後 當然不是他唯一的因素 卻在這個世界上 最後讓一個行政 國家行政機構的最高領導人 要出來說我們要轉彎 然後要道歉 從某一來講 這當然是一個很值得我們去記憶的時刻 倒不是說 它是一個永不能夠被改變 或者永遠應該要被記憶的時刻 而是說 我們就拿這樣的時間來講 這遠遠都不是當初創建這個平台的時候 我個人 至少是我個人所去想像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當然十年了 我們必須看看這十年的變化 那後面都是我們真正的群衔 他們會提出各個角度的看法 那我希望從某一來講 既是參與者 又是觀察者的這樣一個角度 提出我一點點想法 那麼 從各位都很清楚 公民新聞這件事情 不是十年前才有 從第二個角度來講 公民新聞這件事情 當然也不是只有台灣有 它是在整個人類社會裡面 因為傳播科技 因為社會文化 因為樂聽行為等等等等 所有因素 扶手而成的一個重要的變化 那這個共同促成的一個 我們稱之為 我個人很喜歡的 國外的一些研究者所談的 全世界正在形成一種 新興的一種新聞生態系統 在這個系統裡面 也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 公民新聞在裡面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麼 要跟大家 隨便舉幾個例子 這些都是 研究的 重要的研究者 他們在清淡性的過程中 提出了不同的理論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會再一一一報告 他們從各種角度說明 公民在整個新聞生態 或是傳播生態裡面 已經扮演了 不再是一個被動的 接受者的角色 換句話講 我們使用者 我們所有的citizen 所有的民眾 我們已經成為傳播中間的 一個重要的主角 而且我們可以 越過所謂的中間人 開始進行我們自己的傳播行為 這是一個新的生態系統 向使用者傾斜 這個生態系統在台灣 很明顯在這十年來 也有了各種各式各樣的發展 無論是各位在我PPT上面所看到的 這些可能的 但它只是我暫時列舉的幾個例子而已 無論是盈利的或非盈利的 甚至我們也沒有印象 無論是存在或不存在的 這十年來有非常多的平台 他們希望能夠凝聚 公民新聞的一個力量 共同成為一個重要的發聲平台 這件事事實上是不斷的在形成當中 那在這十年過程當中 雖然有這麼多的平台出現 我們也必須說它的變化還蠻多樣 那這裡面無論是前面敘述的平台 或者我個人希望從另外一個角度 發揮跟PayPal不一樣的平台的功能 在場的很多朋友參與一些新的實驗 無論是作為一年的影音電視新聞 每天半小時播出 或者是100天的大學新聞 這些都曾經在各種場域出現過 我們在場也有參與社區大學的朋友 我們可以看到社區大學 其實在這幾年當中 也非常積極地推動了公民新聞 這些都是我只是簡單例舉的幾個社區媒體 社區報 他們都是由公民來當選手 公民來當編輯 這些概念都非常有意思地在全播 茫茫茫茫茫的發展 好 但是它也沒有在社會運動中學習 公民新聞在相當的角度上 成為社會運動當中重要的一個演員 它不但是傳遺訊息的平台 它不但是凝聚意見的平台 它也本身變成運動的一個重要的場面 這些事情當然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但十年來也毫無疑問 我們看到了在重大的社會運動事件上 公民新聞或公民新聞平台成為重要的產品 那我們要說如果這樣來看的話 我們很清楚的是作為平台的概念 也就是說不是個人的部落和 個人的臉書 個人的傳播行為的話 平台它的意義是什麼 對我來講 像PayPal這樣的公民新聞平台 第一個它會讓外界不清楚 讓其他的民眾更清楚的發現 它是存在的 它成為一個重要的象徵 而且它成為很重要的是 你想了解 你想要對話 你想要溝通 你想要交流的一個場域 那這個是平台的重要價值 那對我來講 它更負擔一點的重要人物 特別是PayPal對台灣社會 所做的努力跟貢獻 它是一個常態性的推動的一個機制 因為有一個平台 所以它必須讓這個平台 不斷的有活力的造型 但是如果我今天站在一點反思的角度 也提一點看法的話 那我會覺得 這樣的一個平台建設化 因為時間到了 我就很快的把答案 我的個人的反思告訴大家 第一個 它產製的標準化 也就是說 我們開始會不會因為平台而造成 我們覺得公民新聞的產製過程 就應該是這樣 我們會在無形中陷入了一個 自視的思維 這個自視思維 不只包括產製的遊城 也包括了所產製出來的作品 雖然這是一個未完成的作品 也就是說我們會不會有新聞內涵 定型化的這樣的一個可能的問題 那最後就是 甚至甚至我們做一個平台 它是一個重要的推廣的機制的時候 會不會甚至連我們的推廣跟行銷活動 也少了一些實驗性 也開始有了建制化 也就是成為一種怪習的可能 這大概就是我們做平台的工作者 可能要面對的反思 不過我還要很清楚的報告 即使有這些可能需要反思的問題 公民新聞平台未來任重倒略 因為我們的商業媒體實在 臺灣人不堪領教 Mall of the same 他們幾乎模樣長得一樣 不像我們公民新聞 你看這樣子多麼活潑 而且我們面臨的臺灣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 我們其實在對抗小羊們 在對抗大群人 當建制性的媒體 越來越集團化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 這也是我們的機會 也是我們的義務 所以我最後要報告的是 如果我們認為臺灣的民主 臺灣的傳播生態 還需要努力 而且還在行程當中 那就不要忘了 我們既是參與者 我們也是建構者 這是我個人要向大家報告的追蹤想法 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